韓國瑜 韓國瑜在桃園的造勢場 騎海飄揚 聲勢驚人 所到之處都被民眾簇擁 高人氣也反映在網路上 不過現在爆出 原本有11萬成員的 韓國瑜後援會粉絲團 版主被無預警撤換 他是說他得到了授權 那我沒有知道 他正式的授權的情況 然後解除了我這個 管理員跟版主的職務 造成我們現在 韓國瑜會成為網軍的目標 不是沒有原因 翻開臉書 韓國瑜的粉絲團就有40幾個 看看人數官方粉絲團 就有78萬人 其他粉絲團1萬多到4萬多人都有 這還沒有算被翻群的 11萬人韓國瑜後援會 看看柯文哲 除了官方粉絲團之外 其他的粉絲團 只有幾百個人到一千多人 郭台銘的三個粉絲團 短時間內衝破十幾萬 蔡英文更不用說 臉書一搜尋 反對的比支持的還要多 韓粉擔憂 也因此讓韓國瑜的臉書粉絲團 成為黑韓網軍的攻擊目標 對韓總統很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以後發生的機率會 經常會出現 不只臉書可能成為黑韓網軍目標 甚至還爆出冒名韓市長開帳號 遭檢舉 隨著韓國瑜的支持度熱情不減 人紅是非多 網頁背後有沒有可能淪為政治操作的手段 都還要再底清 記者黃亦凡 王一仲 台北報導 鐸 碼